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,谁要是不爱独处,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,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他才是自由的。 一、独处,可以让你摆脱外界虚名福利的诱惑、社交,我们并不陌生。 从早上睁眼开始,拿起手机浏览信息,出门逢人打招呼,一起吃饭、聊天,这些都是在平常不过的社交。 出门靠朋友,朋友多了路好走,很多人因为这些话广交朋友,为了社交而社交,不愿意面对独自引人的时光。 太多人给社交贴上了一个崇高的标签,却给孤单下了一个不开的定义,所以就给了太多年轻人做的引导,总是让他们觉得,宁可在失败的社交里哭,也不在成功的独处中笑。 林辉音说过,真正的淡定,不是避开车马喧嚣,而是在心中修理种局,如果想衡量一个人的内心有多强大,就看他的能不能一个人独处。 独处能帮我们守住内心,让我们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真谛,用心去总结癫狂嘈杂的生活带给我们的启示,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,也是一个人变得强大自立的标志。 二,独处,让你遇见更优秀的人,诸葛亮十五岁时,跟随叔父到荆州襄阳去依附刘表,但他看到刘表宽容无能,既不懂真实,又不能知人善用,不是民事之主,于是选择了隐居独处,功耕苦度,隐居的十年间,他广告江南民事,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,所以对天下形势表如指掌,每次比于管众, 乐意,智谋,才直接补输给任何人,后来,在虚数的推荐下,刘北三顾茅庐请他出山,由此他也得以大展报复, 匡扶天下,人在独处之下,反而能并出一切杂念,更清晰的认识自己,更全面的观察周围环境变化, 将自己获得更优质的提升和机会,当你足够优秀时,自然会吸引同样优秀甚至更优秀的人 三,优秀的人,往往不合群,其实,一个优秀的人往往更有你流而上的勇气,更耐得住寂寞,而且优秀的人不是不合群, 只是比起跟话不投机的谈话对象消责,孤独更像是一种享受,人,要么庸俗,要么孤独, 人要有尽处的记忆,更要有独处的勇气,但值得一说的是,那种能成就自我的孤独, 才是去别平庸的最直接途径,怪不得我这么不合群,原来我是如此优秀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